星期二早上10點多 正當大家打開射旺量半WhatsApp的時候 竟然發覺連線中 全球網民大爆發 立即改圖是WhatsApp有跌跡 又大叫救命 有人更急說沒有WhatsApp不願做人 有舉報程式服務問題的網頁 WhatsApp被檢舉數字亦都立即急增 大概近早上11點 服務才回復正常 不過WhatsApp的Twitter就遲遲未有解釋 幸好是立法會不用開大會 若不然沒有了通水機制 可能又失敗了 不過他就應該最不受影響 我的WhatsApp已經延遲過期幾個月 原來葉太太真是好聰明 又被鬼一劫 網路電視新聞台報導 東網手機APP大革新 即時推出多項新增功能 為掌握最快最準確即時資訊 讀者即時可以自訂 手機訊息推播功能 選擇自己喜愛新聞類別 做訊息推送 還可以簡說不同靜音模式 非常協心 功能創新 簡單易用 立即下載東網手機APP 做訊息推測 做訊息推測 做訊息推測